你身边有没有这种职业放贷人的朋友啊 就是专门靠这种就是放贷款出去 就把自己融来的钱也好 还是自己存的款也好 然后加上一些利息 就是放高利贷 放给别人每个月收息费的这种朋友有吗 昨天直播间连卖的时候 也连卖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网友吧 他就讲起来他自己呢 就是靠专门放贷给别人 然后呢 但是因为现在好多钱收不上来了 他来问我 可不可以通过起诉把这个钱追回来 因为他当时放的时候呢 就是现在那个借条呢 只是写着这些谁借款多少多少钱 但没有多少写多少席费啊 他就问这个是不是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的流程 起诉的流程把这个钱寄回来了 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事情吧 就是我现实生活当中就有这样一个职业放贷人啊 因为他之前的时候呢 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呀 他就专门靠职业放贷 因为那个时候利息基本都能回来 所以说呢 他那个钱呀 他大部分都能回来 他那个挣那个钱也挣得太快了 然后呢 他就相当于是 他已经习惯了靠职业放贷 他就觉得那也就是他的一个行业啊 那就是他的一个工作 但是因为呢 这两件经济形势非常不好 他呢 就是很多钱放出去都回不来了 其实也一直在考虑了想去转行 但是发现呢 一般的工作他干不了 他自己第一呢 因为他曾经挣钱挣得很容易 他来到公司里边给人打工 他拉不下那个面子 他不愿意收人约束和管理 他之前放出去的一些钱都回不来了 他现在非常的头疼 怎么样想方式把把那钱要回来 有很多是靠人家找担保人呀 或者拿着房子做抵押呀 然后去借出去的钱 即便是这个样 他也仍然有很多的钱 收不回来 因为现在这近三年嘛 差不多我没有跟他做过联系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转行了 但是当时在 就是2019年18年那个阶段 我知道他那个日子是非常难过的 正好昨天有这样一个职业放贷人 来我直播间联麦嘛 我才就想起来要说这个话题 如果你还是这样的一个职业放贷人的话 我劝你还是立刻收手吧 首先金融行业放出去的这个钱 这些客户大部分都是因为从正规渠道贷款来的 然后又迫切着急需要用钱的 的确在先生生活当中有很多人 着急用钱 你比如说家里有人生病了 自己呢可能举债过高 也确实是贷不出来了 然后他可能就会想办法去接这种高利贷 但是高利贷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概念 就是现在的话 国家是允许就是民间这么接贷的 标准的这种就是基准利率 就LPR的这个利息 年化利息的这个四倍之内 你要是说四倍以外的话就属于高利息了 那基本上是说年化十五一内 所以说呢 大部分之前放的一些这样的高利贷 基本上都是属于高利贷了 我曾经我知道哈 他们融资融资的这个费用就到两分了 就是月息到两分了 然后他们往外加 加到三分 加到三分或四分或者五分 或者六分完放 你们知道就是我之前那个职业放贷人 那个朋友哈 他们如果有人借一万块钱 如果是六分的这样一个息费 是什么概念吗 就是说一个月需要还给他六百块钱 那一年的话就需要还给他七千二百块钱 他两年的话就是需要还给他一万五千多块钱 那如果一直在靠每个月还息费去还的话 他那本金还没有还到 如果你要是说 专门就是因为紧急要去用钱 然后去借这种高利贷 你后期真的是利滚利是非常非常吓人 但是这些职业放贷人就是靠这个挣钱的 三分的息 那你年化就将近是多少了呀 那三分 那差不多就是一年的话 你差不多就你花三千六百块钱 就是年化三十六了 但是没有办法啊 特别是原来那时候银行审核机制比较严格 他很多人挣上来的时候 他带不住款了 他又着急用钱 他有很多人确实在想方是吧 找这种渠道去借 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往外借 但是现在借出去以后 要回来的钱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而且一旦你去借出去的钱又不上来 你是很难再去通过诉讼流程去 去又回这笔钱 你比如说你借出去的钱吧 这个借款人他还不上了 然后呢你肯定是想方是法的去催对不对 那你像我那个朋友之前的时候 他就是为了要这个钱 他都跑到人家家里边去住 甚至说上他的父母家里边去住 现在是完全不允许的 你要是不经过人家允许 你在人家家里住 人家可以以思闯迷人的谜意 人家直接报警了 所以说他是 催款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 就是为了打击这种暴力催收 或者是说 那个所会除恶呀 对这种的一些非法催收的一些行为 是严厉打击的 所以说他们这种放高利贷的催款 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有些他确实放不出的钱 他金额比较大 你比如说可能30万50万 他又不回来他自己的周期 有可能这些钱 他是容得别人的 或者说他自己的所有的这些存款 他放出去 然后他就收不回来了 他肯定他心里也不该呀 他会想方是法 甚至会激怒他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放款人和借款人 他是属于对立和矛盾冲突的关系 你如果你虽然是可能 你当时借给他的时候打的欠条是 某某某身份证号多少多少借 某某某的这个多少多少钱 然后呢 约定多少多少时间之内还 如果不还怎么怎么样 如果你写了这样一个欠条 然后呢 你虽然是有这样一个欠条 虽然那个上面没有规定 这个上面没有约定利息 但是你如果是说 你去找这个借款人 让他去给你还的话 你就如果走诉讼流程的话 他也是比较麻烦 为啥 因为这个借款人本身 他就是属于对你来说 是有敌对情绪在的 他本身就比较恨你 虽然他借了你的钱 他还不了 但是他比较恨你 这个时候他一定会说 我都已经还了你一年或者两年了 我现在确实还不了了 等等等等 你非要逼着我 把我往死路上逼 他在法律院上 他这个流程 他一定会这样说的 他会跟法院说 当时约定的利息 是一个月月息多少多少 他一定会说的 而现在呢 关于这种放高利贷 我们是国家是打压的 这种是非法放贷 是属于刑事责任 通过诉讼流程 给自己人来麻烦 所以说呢 现在职业放贷人 日子不好过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 2024年离火运了嘛 已经到了火运了 要火克金 就跟金融相关的一些行业 都会受到影响 而且经营一些大环境不好 很多人他借了钱 他可能最初的时候 他是跟你有这个借条 但他确实还不上了 所以你是很难 把这个钱丢回来的 如果你现在 或者说也是职业在放贷的话 建议还是收手吧 你像昨天那个小伙子就是这样 他因为他挣了这个钱 一共有50万的存款 放出去以后 收不上来 他一直抑郁到现在 快两年了 就这样的现象特别多 所以说呢 能够去停止的 还是尽快收手吧 我是一心姐 喜欢我 记得点赞关注哦